网红牛爱芳和小春花自从上一次风波过后,口碑就算坏到了低谷,先是名门不是农民却装成农民,利用农民的身份来增加自己的热度,吸引了大批的粉丝,但是后来却被网友扒出,他明明是一位豪车豪宅的富豪,虽然也有澄清,但是奈何网友不再相信他们,还有之前公布小春花怀孕的消息,但是被网友发现好像是假怀孕,因为从视频中可以看出,小春花一点也不像怀孕的样子,不仅肚子会忽然大忽然小,干活的时候弯腰傻的都非常顺畅, 而且这部前几天公布说孩子已经出生了,但是从孩子出生以后只看了一眼,就再也没看过孩子,让人不难怀疑,孩子不是他们的孩子,还有人亲眼看到是表妹生的,但是牛爱芳在评论区回复说,表妹才15岁,也就意思说,孩子不可能是表妹生的,而在月子中牛爱芳做的月子餐也被很多网友指出,做月子根本不能吃玉米,而他的小春花不可能不知道,在做月子餐的时候,很多细心的网友发现,这又是一个新的住所,一次第五套豪宅曝光,对此牛爱芳还 特地解释说是弟弟的婚房,也有人反驳说他家有婚房子的亲戚真多,反正就是不再相信他们所说的,你们认识这对夫妻网红吗?你们觉得他们这是剧本还是真的呢?